Hello,大家好,这里是花喵去吃饭 今天我在房车里收拾收拾我的厨房 给大家看看我新买的东西 这是一个调料瓶子 这是一个大调料瓶子 这下面还有许多方瓶子 这等了几天全部都到了 因为我们这个房车厨房经常是在户外使用的 而且呢,路上又有一些颠簸 所以这个调料瓶子的老化情况啊 比普通厨房老化的快的多的多 可能是普通厨房里的两到三倍 这三种东西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块钱吧 具体多少我有点忘了 但是对于数学费花爪来说 最困难的事情并不是算钱 而是山羊有多少个瓶子 瓶子烧水先烫一点 这炸了一个还好吧 因为天气潮湿 在外面很难晾干这个被子 所以我们用了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是我装大一点的调料瓶子 比如说什么桂皮啊香叶啊八角啊 好累啊 这一圈还要喷酒精呀 对啊 我觉得今天还要翻过来再翻 这有十个高瓶子 十二个矮瓶子和十二个小瓶子 我结束愉快 你看这个瓶子上面有一个塞的部分 它就已经因为老化掉了 而且它这里很松动 已经起不到一个密封的作用了 所以这些瓶子我们不需要换掉 像现在这些什么十三香粉的 辣椒粉啊花椒油啊这些不太常用的 我就打算给它收到另外一个 不能放调料的柜子里面 那所以我们的这些瓶子 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我数了一下 大概一共需要十二个就够了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你不把这个箱子塞满的话 它在行车过程中会摇晃 到时候可能会容易破碎 我可以塞空瓶子进去啊 那你既然要塞空瓶子了 为什么不把十三香什么的 就直接塞那儿呢 问得好 因为我的十三香是密封包装的 放在这个瓶子里 其实它不是特别密封 因为用的瓶率少的话 又不是密封的话 它就会湿味 来看花爪的包子 我觉得比我的石头还要夸张呀 你不吃的吗 这个是厨房重油污清洗剂 我觉得如果房车要开火的话 必须准备给它 因为炒菜的话 必不可免会有一些油点的 崩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这样的油点 那去洗车的时候其实挺麻烦的 泡泡 是洗不掉的 好好喷一喷 好了 好干净了 嘿嘿 爪爪你又没有发现 你这之前的瓶子 比你现在的瓶子 要大很多呀 嗯好像是的 你说怎么买的呀 都两年半了 以前买的瓶子的商家 早就倒了 这是什么 这是红花椒 这是青花椒 我总觉得你搞这么多花椒 还有花椒粉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瓶子了吗 都有用的 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作用 就是因为房车一直是在路上 就很希望把调料备的比较全 这样子就不会去到哪里 突然发现没有 然后买买买 然后这样就可能 可是现在哪里买不到东西啊 你在所有的地方 都能买到 汉原的青花椒和红花椒吗 好吧 你能别老是拍一些 我尴尬的镜头吗 倒的倒不出来的 八角不能装那么小的瓶子吧 八角一次用一个 我为什么不能装这么小的瓶子 只要能装进去就好了呀 我买的八角又不是什么很大很好 因为不是北方人 所以好像对八角 没有什么特别挑剔的 像对花椒有这么多质念 没想到收拾这些这么耗时间 我以为只要一两个小时就行 结果我们搞到现在都搞了三四个小时 这个是红花椒 然后这个是青花椒 然后这个是花椒粉甲 这个是花椒粉乙 为什么会有花椒粉甲 花椒粉乙 因为这个抽厨是两边通的 然后我会把最经常用的调料 就是两边都放 就比如说糖 盐 花椒粉 还有味精这三种 是两边都有的 所以会有花椒粉甲和花椒粉乙 然后这个是糖甲 然后这是糖乙 然后味精甲和味精乙 就是盐甲和盐乙 这是我们最经常吃的几种 这个是八角子然粉 白胡椒粉 黑胡椒粉 哎 这俩为什么不能放在小瓶子里 它是带盐磨瓶的那种黑胡椒粉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在瓶子里 它就必须要蘸一个胡椒 那白胡椒粉看它上面就正好 它两个可以 懂了 就是能省点活 对 然后这个是我炒肉喜欢用的猪猴酱 然后这个是生粉 白芝麻 香叶 桂皮 干辣椒 冰糖 这个是芝麻酱 和这个是油辣椒 最后就把这个草果放进去 然后刚才那些酱料 大家都看到了我倒的是什么 老抽 生抽 黄酒 白酒 鱼露 香油 花椒油 然后普通的油 还有味极鲜 酱油 那一共是这十种 终于收拾完了 但是花爪发现自己犯了个蠢 他没有买贴纸 没有买就自己做 这什么关系 加油 好像大了点 好了 看看我们的劳动成果 小瓶子 大罐子 然后还有旁边的油瓶子 全部都放好了 因为它旁边有个缝隙 所以我们还特意放了一块泡沫板在这里 防止它开车的时候晃 这样开车就很颠簸一点 它也不会有事 小瓶子 好累哦 我想喝奶茶 你做梦 你还减不减肥了 给你喝这个 这不就是我的香芋奶茶吗 然后我喝这个 黑芝麻核桃黑豆粉 秃头女孩最爱 好香浓的芋泥味啊 而且里面还有脆脆的黄桃颗粒 里面含有赤咸糖醇 喝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 就像现在这种夜宵时间也不害怕 我来尝一下喵种这杯 含有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和黑小麦 五种黑色的东西 它只能我喝一口一 它自己很喜欢 是不是很好喝 用牛奶葱这个黑芝麻粉 是一个创意式的发明 好了我们的晚餐结束了 好像没有吃蔬菜 要不我们再来点这个吧 羽衣甘蓝是蔬菜之王 可以补充维C矿物质钙铁等微量元素 这里面还加了苹果水蜜桃和果汁粉 而且它也没有糖 是赤咸糖醇 所以它也是很健康的哦 口味不错耶 好了现在蔬菜也吃过了 今天干了很多很琐碎的活 然后感觉不是特别大的工程 但是特别特别累 那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 长按点赞会给我们更多鼓励 明天又是战斗的一天 加油